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在学过了这些防晒产品里面 各方面的知识之后 我们想用市面上一些的防晒产品来作为例子 一方面来介绍这家公司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介绍这些公司出产的产品 它在商品上它的介绍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从网络上一些适用者的评价 我们找一个好的评价的和一个坏的评价的 这两种类型的评价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之后我们再针对这个防晒产品里面 它的防晒的分子 还有它的防晒的产品的技型 来解释这些评价里面 它所提到的一些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例子 是举的是花王Biory 这个高防晒乳液 它的标示是SPF48 PA有三个加 这一款产品 首先我们要介绍这家公司 花王公司 CAL 那花王这个公司最早 它是在1887年 是蛮早的哦 它是在一个常赖的商店 它是常赖富郎 它所创办的 这个商店 它是位在东京都的 日本桥 马斯丁的地方 最早 它是经营一些 进口的妇女的日用品 到了1890年 这家商店呢 开始贩售洗脸用的 高级的肥皂 它把它命名为 花王石碱 花王石碱 这个时候 它是以一个月亮 新月 作为它的标志 本来从进出口 进口业 已经开始转向于制造业了 制造业 制造肥皂开始 那花王这一个词呢 在日文里面 它是跟盐面的盐同音 CAL 花王 也就叫盐面 石碱呢 在日文里面 就是叫做肥皂的意思 其实花王石碱 就是制造业开始起家 从这时候 那1985年 花王石碱 改名为 花王的诸事会社 因为它 这个商业 它的形态越来越大了 这些是 花王公司的标志 最早 从 它的标志是 1890年 然后到新月形的 1912年 新月形开始 1925年 然后到1943年 每一个时期 像这边 1925年 这个新月形的开口 是朝右边的 到1943年 是开口 朝左边了 到了1985年 这边 还有一个中文字 花王 到了2009年 这是现在比较新的 因为它已经迈向国际化了 它已经把这个中文的花王 把它拿掉 去掉了 然后它主要的标志 就变成一个 Cow 然后这边有写 In Ritual Lif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就是与自然 和谐 共主的 多彩生活 这是他们的 Logo 这是花王公司 各个时期的标志 蛮有趣的 从新月形开始 不同的开口的方向 到现在变成国际事业 已经 只把靠 摆在标志上面 那花王集团的 试验领域呢 有哪些 第一个是美妆用品的试验 再来就是健康护理用品的试验 还有家居清洁用品的试验 化学制品的试验 有这几种 那我们看看它在 2012年12月底的 它的销售的额 哇 你可以看到 你看 销售额的变化 哇 这Y轴呢 是10亿 10亿日元 10亿日元 为这个Y轴 单位 到2012年 变成 1012.6 10亿日元 有这么多 好 那我们看看它 在它的各个领域 业务部门 它的哪一个部门 是占的最大宗呢 刚才讲的 第一个 美妆用品试验 占了多少 43.9 大概44了 所以 它的 这个 销售额 它是 在美妆用品试验 是占最大宗的 最大宗的 接着 我们来介绍花王的 这一款的 高防晒乳液 BioRee 高防晒乳液 这个产品 它的容量 是50cc 建议的 售下 109元 这个 很平价的商品 所以 这一款 乳液 对于 在学的学生来讲 是 使用率 蛮高的 那 这一款 我们看 它的 对于防晒 它的标示 是怎么样 它标示出 在 这个 说明书上面 SPF 是48 PA 是三个加号 是三个加号 那 适用在哪里呢 适用在 脸 还有身体 使用的时候 它 诉说 它的说明是 清爽 不联利 清爽 不联利 那 它的功能呢 它的叙述是 能够预防 强烈的紫外线 让使用者呢 能够尽情的 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 这些户外活动 它有特别的 标示出来 比如说 在 海边 或是游泳池 在细水的时候用 或者是 在 踏青 浇游 它的时候的 活动 烤肉 用 还有 户外的运动 打高尔夫球 打网球 那 它特别用 红字标出来 是 长时间隔离 户外活动时的 强烈紫外线 我们在 过去 有谈到 防晒分子里面 它有 隔离紫外线 和吸收紫外线 一个是 隔离 它是用物理性的防晒剂 吸收是用化学性的防晒剂 所以 它这边有讲到隔离 我们等一下看看 它是不是有使用到 物理性的防晒剂 再来 还有 它有 说明到的是 涂抹后 肌肤不泛白 不泛白 那也就是说 它 用的 所谓的 物理性的防晒剂 例如说像 二氧化态 它不会用的太多 用的太多的话 就会变成 泛白 好 它在它的 这个诉求里面 隔离 强烈紫外线 方面 它能够隔离 紫外线 A和B的 波长 所以能够隔离 B的波长 所以才会有 SPF的功能 它有48的 然后 对于 紫外线 A的波长 它是有 PA++++ 这三个 防水的配方 防水的配方 因为它是标榜 能够在户外 或是玩水时候用的 所谓防水 它 我们等一下 可以看到 看到它的成分里面 到底有没有添加一些 沉磨剂 能够防水 再来就是 清爽 不连 不泛白 为什么能够清爽呢 因为它添加了一个 爽肤柔粉 那这个是一个 所谓的 含细的一个 化合物 一个 大分子的一个 聚合物 所以能够 清爽 不连利 并且容易涂抹 让肌肤 看起来很自然 那这个 有没有香味 微香型 微香型 好 接着下来 我们来再看一看 这个商品呢 它的说法是 绝佳的 防水 滥汗的效果 它添加 爽肤柔粉 更清爽 防水 抗汗 可长时间 防晒 预防强烈的 脂外线 能够尽情享受 户外活动的乐趣 可以户外活动使用 用在脸 身体上面 这就是它的 商品的说法 至于 它也有讲到一些 使用的时候 注意的 事项 第一个 在使用前 使用前 先要提醒 消费者的 使用者的 就是要避免 把它用在 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部位 敏感的部位是哪里呢 是眼睛的周围 或者是 我们毛发 刚刚剔除过的时候的皮肤 也是比较敏感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皮肤 不健康的时候 比如说皮肤有湿疹 或是皮肤过敏 或是皮肤有伤口 这些呢 都要小心 最好要避免使用 避免使用 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 把这些的产品 这一款的防灾产品 不小心弄到盐里面的时候 就是要大量的水 来冲洗掉 那使用后 使用后 使用后 特别要注意的是 如果发现 红肿热痛 这种发炎的状况 就要停止使用 停止使用 并到皮肤科诊治 这是他的贴心的提醒 好 那我们也在 使用心得的网站 心得分享的网站 这个网站呢 是在后面 我们会有介绍 这个网址是多少 你可以去从网址上面 查到 这个商品使用的心得 那我们这样子查下来 然后把关键字 BioRe 防晒系列 这个打进去 就可以找到 这个使用心得了 这个使用心得 它的效果的排行 大部分的人都说 最常说的 第一个最常的说 价格实在 就是便宜 刚才多少钱 才一百出头 会不会再回购 第二个是会回购 第三个 它的效果的排行是 讲到它是防晒 防晒的用途不错 好 这是效果的排行的 前三 前三个最被人赞赏的地方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女性的 14岁的使用人 她是所谓的混合性的肌肤 她觉得这一款使用的 她给她五颗星 五颗星是最好的了 从一颗星到五颗星 五颗星是最好 这很年轻 14岁 我们可以看到 14岁的人使用这一款产品 她可能经济上 可能没有办法负担更高的产品 所以使用这一款产品 是蛮平价的 她说 这个价格呢 原价是139 有时候还只要89块 这是什么促销之类的 使用前呢 要先摇一摇 要注意哦 只要是乳液的话 最好都要摇一摇 然后 完了之后 几个 一二条 在手脚上 那她会不会抹在脸上 她觉得抹在脸上会太油 会太油 所以没有抹在脸上 然后在手脚上 然后她把它均匀涂抹开来 她还是觉得有点油 不过到后来 就稍微感觉到好一点 另外她也觉得 她的防水效果也还不错 但是 如果 要卸妆的时候 卸妆的时候 看她要用沐浴乳洗两次 才会洗得干净 表示说她真的是 有点油 那洗两次 她毛孔才不会阻塞 这是 她的使用心得 另外 她有提到 她跑到南部去的时候 她有几次 使用它 她也没有变黑 她就觉得有点 这个到底产品 有没有 对我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别人 不用就会变黑 有些人用就 就会变黑 所以 她说 这一款 比较适合她 其实你们认为呢 其实这和 个人的肤质有关呢 我们知道 每个人的 我们的肤质可以分为 好像一到六种 不同的肤质吧 所以 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 所以对于 会不会变黑 其实 也有一些 些微的差异吧 好 她是蛮推荐的 她会觉得 百分之百会回购 这是一个 14岁女孩子的混合性 肌肤的使用者的心得 给她五颗心 当然我们 也找了一个 刚才是说好的 也找一个评价 稍微差一点的 她给她两颗心 她是21岁的女性 也是混合性肌肤 我们看她的说法 这一罐 不是她买的 她们家人买的 那在那个时候 她用了觉得 很不OK 插在手上 只有感觉到很油 所以这一款 一定是 蛮油的 然后不好推匀 好不好推匀 跟我们刚才讲的 极质的产品 它的表面的张力 是有关的 或是它的延展性 润腹剂的延展性 或是渗透性 是有关的 那防晒的味道很重 防晒的味道很重 她把它擦抹在脖子上 擦完没多久 就会觉得脖子痒 不舒服 所以她很庆幸 说她没有擦在脸上 所以这边有一个就是 譬如说你在擦 防晒品之前 第一次不同的品牌的时候 最好是先 先要在自己的皮肤的 手臂的内侧 去试试看 看痒不痒 有没有过敏的 或是发痒的现象 那但是这款产品 它借给同学使用 他们都不会感觉不舒服 只是觉得有点油 所以我们的皮肤 每个人的皮肤应当敏感性 不太一样 所以不见得 别人好用的化妆品 你就可以用 你的好用的化妆品 推荐给别人用 别人也不一定适用 所以肌肤不一样 肌肤不一样 她用了两到三次之后 每次用 每次脖子都会一样 所以她以后就没有再用 没有用 那她的防晒系数 有48价格便宜 但是她觉得 她不会再买第二罐 这是她的适用的心得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两个人都说 她是蛮油的 油性感觉到蛮高的 接着我们来介绍 这款产品的 这个仿单 所谓仿单呢 就是对于这个产品的 一个介绍 一个介绍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仿单上面 它都会介绍一些 使用的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前 使用时 使用后 还有呢 就是保存的方法 避免阳光直射 另外 有一些标示的日期 它是把它标示在平底 平底什么时候制造的 还有它的保存期限 保存期限三年 容量是多少 50cc 它的用途 防止日晒 滋润肌肤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它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成分 成分 成分 是跟它的功能有关 像它有它的主要成分 这都是防晒的成分 这两款都是防晒的成分 还有其他的成分 是为了它的剂型的需要 为了它的什么延展性 安定性 或是它的乳化现象 它的香味 然后它的抗氧化 这些东西等等 有这些它的成分的介绍 那接着我们稍微要针对 它的这个防单里面的成分 来作为说明 在这一款防晒液里面 由于它标榜的 有UVB 还有UVA的防腐 而且高达SPF48 还有PA有三个加 所以我们知道 它一定会有这种防晒的成分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前面这三款 Octinoxate 还有Zinc Oxide Titanium Dioxide 这三款 它都是所谓的防晒的分子 有这种防晒分子 才能够达到防晒的作用 那像第一个Octinoxate 这个中文名称叫做 假氧基肉桂酸心脂 它主要最多的是 是UVB的防晒 我们看这边抗UV的部分 UVB的防晒 有部分 少部分是UVA的防晒 再来就是Zinc Oxide 氧化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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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除了防晒作用之外 有收敛的作用 它在UVA还有UVB都有防腐 那Titanium Oxide 二氧化钛 它主要也是有防晒的作用 那它也有一些白白的 因为我们二氧化钛 它的外观颜色是白的 所以它是也当作一个白粉的 有一点点色料的作用 它是在UVB还有UVA 也都有防腐的效用 这前面这三种呢 都是跟防晒有关的防晒分子 再来跟剂型有关的 剂型有关的 像这个Cyclomacicone 细菱 或是Dimacicone 这里面都是含有C的 都含有C的 那它一方面可以当作 溶剂 像这个柔润剂 润肤剂 这个让我们皮肤 感觉到 有这种柔润的感觉 那Dimacicone呢 它也是也有很好的 溶解的效果 另外它也有加一些乙醇 还有水 这两个也当作溶剂 也当作溶剂 那你看它既然号称的是乳液 乳液 乳液 乳就是比较偏向油 液就偏向于水 乳液 所以它也会有水 有乙醇 帮忙助容 还有一些 跟油有关的乳的成分在内 譬如说 这边有一些 它这边有一个 能够帮助延展性 滑顺度 还有耐水性的一个分子 叫做 巨甲基 细瓣 养丸 也是含细的产品 叫做 Polymesia Cyre Ces Quinoxazine 那另外还有一个 甘油 甘油可以当作溶剂 也可以当作保湿 还有呢 滑石粉 滑石粉 当作一个 吸附剂 那主要在这个里面 它可以帮助 这个粉末状 或是霜状的产品 有一种 柔滑的触感 柔滑的触感 是滑石粉 还有一个 柔润剂 柔润剂 这两个 Dimethical Copoleo 还有Methicone 那还有一个 抗静电的 叫做 Poly Cyricon 9 抗静电 好 你看看 这边就有这个 乳液的 比较偏向于油的成分 叫City PG Hydroxymethia Pamitamide 金钠基 腔乙基 中铝锡胺 这是肌肤的 调理剂 还有一些 繁土啊 香料啊 细食啊 食音啊 这些东西 这些帮忙 香料就是增加香味的 那像繁土啊 是 研磨剂 不透明的剂 那这些细食食音啊 Silica 它有一些 一点点的遮瑕力 那最后我们看到 它还有一些的防腐剂 BHT 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些的资料呢 都是从这下面的 网址 所得来的 第一个 是花王的官方网站 第二个是 从一个商品使用心得的网站 有两位的 我们选了两位的人 使用者 来 一个是评价好的 一个是评价差的 来做一个平衡 另外一个 我们这里面的成分 都是从CoseDNA来的 这个也是一个查询商品 就是 化妆品里面成分的网站 我们当然 从这些来的 这么多的好的资料呢 都是从这上面来的 我们要感谢他们能够 有这么丰富的资料 让我们能够讲解这一类的 产品的介绍 在课后反思方面呢 我们在今天所提到的是 花王 Biory 高防晒乳液 SPF48 PA有三个加的这一款的产品 这款产品 单价很低 防晒效果 普遍说不错 那价格 便宜 适合一般的 学生所使用 至于 大部分人说的 这个 不好的 这些部分 主要就是针对油 感觉到油油的部分 至于有些人说 他曾经使用有 皮肤过敏的现象 这个 可能是要看 他的肤质的不同 所产生的 所以使用前 一定要先做皮肤测验 这样子就好 好 谢谢各位